俗话说十位有病,为作为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,是非常容易得病的,尤其是孩子的胃,很多父母不明所以,小小年纪怎么就得了胃病? 其实,孩子的胃病和父母常说,这句话有很大关系,它就是孩子的胃病的罪魁祸首。 那么,到底是哪句话害了孩子呢? 一,趁热吃,别磨磨蹭蹭了,赶紧趁热吃,凉了就不好吃了,在父母的观念里,东西就要趁热吃,怕凉了孩子吃了引起肠胃不舒服,但是,趁热吃,容易毁了孩子的胃,一口腔损害,孩子口腔内皮肤很焦难,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口腔棉膜越脆弱,一旦进食了太烫的食物,很容易灼伤口腔内地。 造成口腔溃疡,就算及时吐出也容易受伤。 由于食物太烫,一些孩子会快速将食物吞下肚,此时食物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温度,有可能继续烫身食道。 而又发食道癌,孩子的饮食习惯也受到父母影响,比如有的家庭喜欢吃火锅,孩子也会潜移默化,地养成爱吃烫食的习惯。 然而,长期吃烫食,有引发食道癌的风险。 食道的耐黏膜柔软鲜薄,很容易被温度较高的食物刺激,反复的刺激有引发癌细胞变异的可能。 三,导致胃癌,长时间吃太烫食物导致胃癌,吃进身体的食物,会在肠道,胃部大量的堆积,造成消化不良,影响到正常的代谢。 胃部本来就是脆弱的器官,而当我们吃过烫的食物,是会影响到胃部的正常代谢,长时间的这样吃是会造成胃癌的发生。 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不应该长期吃烫食,对健康没有好处。 二,你的这些吃法也伤了胃,一边吃边说,食不言,轻不语,这是具有用的话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吃饭是不说话就是在养胃,看看身边的孩子大多习惯边吃边说,这样会在吞咽食物的时候,眼色过多气体而消化不良。 与此同时,吃得快还容易导致食物烫伤口腔和食管粘末,而且食物拒绝不到尾就业下去,也会寸天位不负担。 二,吃饭没准点,每到周末,鸡一顿,饱一顿就是孩子们的常态,早上起不来,早午饭和一顿吃,而这种不规律的饮食习惯,会慢慢前施,为得健康,轻则吃不下饭,饭胃酸,重则的胃病。 三,暴饮暴食,早饭匆匆忙忙,午饭狼吞虎咽,晚饭暴饮暴食,甚至还有孩子睡前要来点夜宵,健康的胃往往就在愿行的吃喝暴饮暴食中被破坏,而饮食过量还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。 你每过多的非蛋白蛋要从肾脏排出,是必加重肾脏的负担。 四,喜欢吃口味重的食物,烤着或腌制的食物伸得孩子们追捧,但经常吃的话,会增加致病风险。 口味重的食物虽然下罢,但是会加重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,也会刺激味黏膜的保护层,增加患痴疮的概率。 三,物照教你养好味,医生说唯有四怕,怕生,二怕冷,三怕抽,四怕生气。 所以,我们要避免吃生冷食物,比如冷饮,生的蔬菜水果等等,同时,要注意别吃太称,鸡一顿,饱一顿这些对胃伤害最大。 为了让孩子能有一个健康的胃,这五个方法父母最好学着做,自我按摩适当的自我按摩可帮助改善微功能。 比如每天早晚两次自我推拿,两手相叠,于上腹部按顺,逆时针方向,分别揉磨各30、50次,能提高微畅动力和免疫功能。 多动脚趾养脾胃脾胃,不好的孩子要多动脚趾,相当于按摩脾胃二经。 上学时,可以边学习边用脚趾抓地,抓鞋底,每次抓五分钟,或者在洗脚盆里放一些土圆形,大小适中的鹅卵石,边泡脚边用脚趾抓石头。 吃细碎食物脾胃,和老奶奶一样,喜欢细碎的食物,国外有研究证明,如果每口食物都能做到反复咀嚼,坚持几十年,你的健康状况就会明显好于同龄人。 准点养胃对不好的人而言,生活有规律尤为重要,医生朋友推荐,遵循这个表格。 不用吃那些养胃的药,一样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。 春夏秋冬各有养法春天少吃酸,多吃点甜味食物,熟山药,香蕉,大枣等,以养皮脏之气,夏天氏气较重,多吃斗类健脾力士。 同时少淋雨,少滩凉,从立秋开始都喝粥,粥最健脾,冬季寒冷,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增加。 平时最好早睡晚起,多晒太阳,让身体温暖,是保护脾尾的最好方法。 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健康的胃,家长必须引以为戒,要牢牢盯紧孩子的饮食患习惯,务必帮助孩子改正到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